针对日本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一事 韩国政要以及日韩两国相关农业渔业协会和从业人员 近日相继表达了反对立场 越南外交部也主张日本应采取负责任态度应对核事故 中方此前已多次敦促日方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海问题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进一步表明了中方立场 王文斌指出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事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事关各国人民生命健康 国际社会普遍对日方此举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强烈担忧 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广泛反对 但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置国际责任义务和道义于不顾 拒绝正面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我们奉劝日方不要学鸵鸟 以为把头埋在沙子里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我们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停止危害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的错误政策和做法 在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 自觉接受国际社会 尤其是利益攸关方的实质参与 核查和监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